首先今日國務院及中聯辦齊星譴責我們 說我們煽動罷工罷火的公投 危害國家安全 其實今次譴責兩辦的齊星攻擊 是自從上次郭榮鏗之後的首次 但今次這個譴責也不止是我一個人的事 因為他雖然點名提到我 但其實他是借著我去攻擊香港的教育界 去企圖削弱甚至限制教育界的自由 而且你會見到這件事處理罷工罷火的公投 是由香港政府處理楊潤雄譴責林鄭譴責 上升到一個國家的層面 即是一個國家級的攻擊去攻擊這個公投 而且這個譴責也證明了 當未來國歌法在這的時候 都不會再有言論表達的權利 因為連聯署公投這些普通和平的方式 都已經被人大力譴責 甚至我們煽動暴力的時候 我們再想像不到有更和平的方式 去表達我們的意見 還有其實罷工罷課 是在這個基本法二十多年的保障範圍之內 但是這個我們本身香港人擁有的基本權利 就是因為這條國安法 而這些權利都變成會承受刑事責任的後果 還有我想再說多一點就是 你會見到政府對於我們罷工罷課公投的譴責 其實是窮追猛打的一個程度 由星期日政府出聲明 去到星期二林鄭譴責 然後星期三楊潤雄再出信給不同的校方 去恐嚇學生 如果參與公投或者參與罷課 是會有後果有刑事責任等等 去到今天正式去到國家層面 由一個國務院去譴責我們去舉辦公投 甚至是公佈了教師要接受這個外國課程 被這個國家機器去洗腦 種種的這些打壓都是層出不窮 而同時間也是一個國安法的前哨戰 它就是要借助在國安法立法之前 就已經要散播這些恐懼 去到之後為這條法例去建立這個威信 其實612過了一年 今天正正就是612了 但是北京和香港政府 根本都是沒有採取到任何的教訓 繼續無視市民的民意 去立這些惡法去規管市民的自由 我們最基本的權利 而香港學生一次又一次走上街頭付出 但是卻換來的就是一次又一次 再被這些所謂國務辦去打壓我們 去譴責我們 甚至是把我們這些反對聲音去邊緣化 其實學校有多元討論 就著不同政治立場是非常之正常的 但是未來政權就是想握住 我們連這些正常討論的機會都沒有 但是就著這些瘋狂打擊都好 未來反抗真的會越來越困難 但是即使受到國家級的打壓都好 我們仍然會繼續舉行罷工罷貨公投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 當我們現在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退縮的時候 其實未來我們根本連發聲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我們是繼續呼籲 大家參與未來的罷工罷貨公投 即使未來發生甚麼事情 我們這個公投仍然會繼續 呼籲大家一起強烈的表達意見 顯示民意去擴大我們這個抗爭的勢力 接下來就有請阿聰 好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剛才Isa就說了一些關於最近 兩辦對於眾志在教育 或者舉辦一個罷工罷貨公投上面的攻擊 其實最近由於國安法兵臨城下 它會在六月尾立那個全民都甚囂塵上的狀況之下 其實都見到北京是不斷 所以我們在討論一些罪名 是企圖去攻擊香港眾志 甚至是為未來要取替香港眾志鋪路 比如說早前也都說 我們是這個 反種種運動裡面的一些暴力事件的黑手 而最近幾天我們都見到一些官媒 上次是從不同角度去講的 包括幾天之前有份新經報 就說我們收了NED 即是美國民主基金的款項 在香港推動反修例運動 而這個也是親中 或者共產黨本身是希望拿來抹黑香港 反送中運動的劇本 就說這個是一個外國輸入的顏色革命 就好像譬如說阿富汗 或者其他有這些相關騷亂的例子 就希望論證其實香港的暖局 是由於外國勢力去入侵 從而是希望令到它去立國安法 是建立一些基礎的 我們必須要重申 這個講法絕對是極度荒謬 就算香港總之是沒有收到NED 或者是任何外國勢力 任何款項的資金 也都沒有就著這件事去推動什麼 顏色革命 而香港市民都很清楚 今天是612 而過去整個反收入運動當中 香港市民出來 是為了它自己的良心 為了我們的下一代 為了這個城市的未來 是去反對逃犯條例 去反對北京政府去破壞香港的高度自治 和港人治港的承諾 而未來國安法要立 香港眾志都相信我們必然就是被取締 或者是被針對的頭號目標 但是我們現在都必須要講得很清楚 我們絕對不會在這個時候就退讓 我們在做的國際連結工作 我們和國際社會講清楚 香港人的訴求 和香港發生事情的真相 這一點我們從來都沒有動搖過 不管北京是怎樣捏造新聞 去捏造一些事實 去說我們是和外國是有勾結 或者是說我們現在是有什麼分裂國家 或者分離主義的傾向 這些全部不實的指控 我們都是會一一澄清的 但是歸根究底 國安法必然是一個 會侵害到香港人言論思想自由的惡法 我們必須在這個時候 是要有最大的反對聲音去抵抗 我都呼籲各位市民 面對北京的威嚇 就算是香港眾志 我們整個組織 我們不知道在立了國安法之後 我們的未來會是怎樣 可能會是立的那一刻就已經被取締 甚至我們的一些成員都會被檢控被逮捕 我們都在這裡承諾大家 我們一定是會繼續反抗這個國安法到底 和爭取香港人的民主自由 也都希望各位不要現在放棄 也都希望各位是 也都必須要和北京的官媒說 尤其是過去一段時間 梁振英不斷都說 由雨傘運動開始說 已經說這些是顏色革命 他說手上有實質證據 你對香港眾志做的任何這些指控 如果你是有實質證據的 麻煩你拿出來 如果不是的話 就請你收回這些這麼荒謬的指控 就著北京日報 是去無中生有 抹黑香港眾志 是曾經收取美國的 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金 以至到今天 這個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 是點命批評我黃之鋒 鄭家朗 以至香港眾志 所去協助策動的罷課公投 很明顯這一系列的打擊 都是為了下個星期四的 全國人大常委會議去鋪路 是為了在國安法立法之後 是要拉人封艇 一網打盡 而對於今天港澳辦發言人 說要斬斷黑手救救孩子 用到斬斷黑手 這一種字眼 根本就是含血噴人 也都很明顯 是對於香港眾志一眾成員的威嚇 但無論如何 即使官媒 以至到共產黨和北京 是有部署 這樣是意圖 是羅織一些莫須有的無中生有罪名 含血噴人 這樣去攻擊香港眾志都好 未來 不論是這個罷課的公投 以至到國際的工作 我們會繼續將香港人的聲音 帶到國際社會 我們都是不會屈服 所以無論是要求 這個北京日報 是收回 失實指控 以至到這個港澳辦發言人 用到含血噴人的方式 是去批評香港眾志 我們未來 都會繼續堅持我們的原則 是繼續 跟大家 爭取本地 以至國際社會 是去反對國安法 即使取締香港眾志的機會 越來越多 我都呼籲香港人 在612的反送中一周年 更加是要繼續 是站在同一陣線 不論是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以至到是反對政權的清算 現在香港人更加需要團結反抗 你現在這樣公開去 怎樣批評眾志 擔不擔心 對中國平衡就會 好像民族黨那樣被他取締 無論有還是沒有國安法 本來政權 都是有可能 是會去取消香港眾志 是取締整個組織 但現在都不是一個組織取締的問題 那麼簡單 而是一旦國安法落實了之後 駐港的國安機構 和秘密警察 是會拘捕黃之鋒 羅冠聰 鄭家朗等人 是在香港的什麼地方還押 在什麼地方受審 到底是高等法院還是人民法院 到底是赤柱監獄還是巡城監獄 根本上現在所有細節 一概都不公開 但有一點必須強調 我相信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 是在我去和國際元首出席一個民主高峰會 去講述香港情況的翌日 是去有這個延例譴責 很明顯 港澳辦發言人是衝著香港眾志的國際遊說工作而來 但無論如何 下個星期四透過視像方式 是和台灣總統蔡英文 美國的國務卿蓬佩奧 以至到前澳洲總理 以至到各國的國際元首 的一個丹麥的高峰會 我會如常繼續出席 是將反國安法的訊息 是帶到國際社會 為何你認為北京是因為 你所做的國際工作 為何會Damacisto 繼續叫掌握 是因為國際協調 的國際協調 是對中國法律的 是對香港的國際法國 民主黨的國際法律 對香港的特殊 對香港的綜藍術 我們還是繼續 可以繼續 Body practiced on our value and principle and never cow tell to China especially Hall Beijing 跟Sportperson from the Hong Kong Hong Kong andought Affairs Office to criticize Isaac Jeng and I which also imply how We will continue our efficacy no matter on local and global community With the threat from Beijing and from those unreasonable clinical 党老闆說你們將學生當作炮彈和工具阻止國安法 不好意思,我可以重複一條 怎樣看港澳談 你們將學生當作砲板和工具 去阻止這個港澳 這是不是你們的公投嗎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參與公投的市民或者學生都好 其實全部都是出自自己的意願 而不是出自煽動的 而如果政權還是以這種 所謂煽惑的角度去不斷誣蔑 香港眾志或者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 是說我們是煽惑學生出來 其實麻煩他看清楚檢討一下 究竟為何過去 有這麼多次的自發遊行發生 有這麼多次的自發集會發生 甚至是沒有不反對通知書的情況之下 仍然有這麼多人走上街頭 還有我必須要重申一點 就是學生有自己的獨立思考 他是有決定的 他是有思考的生物 所以不可以是將學生 只是去比喻成為炮灰等等 還有其實哪一個真真正正正 當香港的學生和香港的市民是炮灰 正正就是中共 由中共立這個國安法 令香港攬炒 之後犧牲了一代人的前途 甚至有很多年青人要入獄的當中 失去他們的自由 其實當香港學生和香港市民是炮灰的 正正就是國務院和中共這些政權 都不擔心公投當日會有些問題的情況 因為現在港老闆都出道聲明 批評你們 其實我們過去見到 就是無論集會也好 或者進行不同活動也好 就是警方永遠都會有些無理的原因 去到阻撓我們的活動進行 但是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公投不牽涉違法 以及又不牽涉到 任何所謂擾亂社會安寧的事 以及再加上就是 其實是一個和平的表達方式 當中不牽涉暴力的 如果警方要刻意來阻撓我們的 公投活動進行的話 大家都會見到 究竟這個責任是在哪個身上 混亂在哪個身上 甚至學生最後參與公投的學生 又有風險 責任又是在警方身上 這些責任會有效 是全部的擔心 從香港教育中 通常提交例 的私撒斐 道理主席 嘗師 責任 受掌師 法 正在 有 判理 的 真正 一些学习国家,这些方法在学习香港的教育和安全性。 我认为,我认为,当香港学习学习学习学, 如果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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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论贸、 但只能支持北京政府 那麽有很多免疫苗 也有很多事情在校固域 或许多教授會不會有勇氣 或會不會有空間 讓他們表現自己的感受 尤其未來會不會有那麼多信仰 在某些程序上 過去一個星期已經四次譴責了 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和香港眾志 所聯合舉辦的罷工罷課籌備公投 所以我們可以預示到的 未來不單止是點名那麼簡單 而是所有參與這些組織 或者所有參與組織社會運動的人士 都會通通遭受一個很大的刑事後果 尤其是國安法一立了之後 我們的所有權利都已經變成了禁區 而參與行使這些權利的時候 這個基本法賦予給我們的權利的時候 我們都會被人逮捕 所以我們呼籲市民 必須要在國安法立之前 這個關鍵的時刻 必須要站出來 去表達我們的聲音 用人數告訴政府 我們是反對這條國安惡法 去侵害我們的自由和自治 在裡 強勁說得被辭血 和很順緣